郑爽和张恒的抚养权官司暂时落幕了 张恒发长文为自己的无知道歉 并宣布赢得了儿子女儿抚养独立决定权 同时郑爽也获得少量的抚养时间与贪视权 但这件事可不会就这样落幕的 因为抚养费是怎么支付的 谁都没给出具体的答案 据知情人称 张恒对郑爽提出了天价抚养费 如果女方不同意的话 可能还要打官司 而这笔抚养费可能会超过5000万人民币 这就是为什么张恒会爆出郑爽1.6亿片酬的根本原因了 因为按照当地法律 抚养费是女方收入的30% 如果以1.6亿计算的话 刚好5000万左右 并且郑爽的1.6亿片酬 如果得到了中国相关部门的认定 那么张恒可就有了铁证了 在抚养费官司上占得巨大先机 真是一环扣一环的毒计 其实婚姻走到尽头就是一场争夺战 人性本是如此 但凡还愿意负担孩子 在大众眼里不是无药可救 最好孩子们还都不懂事 否则暴力分手的伤害 带给孩子们的阴影是一辈子的 感情是私人的事 犯法的是有法律程序可以走 如果真正爱孩子 张恒大可不必这么频繁消费公众感情 走完法律程序悄悄去生活 不要再在公共媒体上立什么人设 只有这样孩子才能真正开始生活 当然抚养费是张恒要考虑的 但孩子们以后的人生 该怎样面对全世界的闲言岁月 他们长大后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三官 尤其婚姻官 张恒即便赢了官司 拿了天价抚养费 又有什么用呢